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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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现在已经迷迟了 口味还挺重的 最后韩庚管小孩叫爷爷听得挺带劲 小伙伴 长大了 爷爷 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来坐下坐下 你是有什么癖好吗 每次韩庚出来都感觉是插播工艺广告 我觉得你对工艺项目还挺关注 韩庚撞脸凉天 我也是没想到 我不跟潘老师挺像的 我该说些什么的 要不是喜欢韩庚十年了 我现在可能正在贴吧黑的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喜欢我下一个十年 韩庚作为一个演员 基本还是在门外打圈 找不到钥匙进不去 门外打圈 韩庚熬出了双下巴沉淀了演技 起码我得努力做一个不受红包 不受惠 一把手术刀造福社会的医学界良心 双下巴也是戏 韩庚用一句台词 完美全是本篇的精髓 韩庚可别把变似算入个人作品累积票房里边 那我能不能商量可以一半算下去 我觉得一半也挺多 韩庚是我的 所以才和任何女演员都不配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就差韩庚和无尊没case 无尊和高小松的颜值差了1024个韩庚 那评论太直接了 小松哥不开心的 最后时刻 韩庚与大S在决斗后竟然相拥了 还激情了一页 我彻底败了 这是人性的解放语对自由的追求吗 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释放一下对自己的自由追求一下 韩庚全篇保持了一副受气小媳妇模样 明白 爱情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真正接触过我 我就怕你是受气小媳妇 韩庚是怎么从一个美男子变成邪性的 是邪性里边的美男子 韩庚指着张罕宇说 你敢拍着胸部说我是个男人吗 我不吃一声笑 拍着胸部说我是个男人 说得好 但你敢拍着你的自己胸部说你是个男人吗 韩庚就应该去演刘老庚的乡村爱情 这个评论我觉得一定要给战本尚老师看 希望他能找我去演下一部的乡村爱情 韩庚的偶像包袱真是比五指山还重 我觉得你应该多去看看我演的所有的电影 你就知道什么叫没有包袱 韩庚你唱歌不好就别来演戏啊 就是人生嘛要有一些追求 什么东西都要去尝试 我觉得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演戏戏 韩庚演的不像在谈恋爱 像在搞什么阴谋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谈恋爱就像是一种阴谋 韩庚是开始走乡村非主流路线了吗 所以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空间还很大了 韩庚演啥男主演女主比较合适 希望你在看戏的时候一定要戴上那一千度的近视眼镜再去看 韩庚和郑威两次激烈的热闻 我都几乎可以从两个机械的动作看上去旁边的赵大导演再倒数 一二三不是应该是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你看就没有经验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一千个读者心中的临近 绝对不会像是韩庚那样的 那你应该是第一千零一个 韩庚的土吊渣的造型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 昔日的韩三岁去哪了 那是昔日 韩三岁是以前现在都多大了 已经老了吐的吊渣了 韩庚演技让人仰望天堂 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是对的 韩庚那本戏感觉像和女主互啃似的 跟我结婚吧 那种激情呢 啃起来才有味 真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你必须要有男朋友 你若星野便是晴天 你若韩庚注定一分 有一分赚一分 你能给一分我还谢谢你呢 我只希望星野他的七色彩云 来取这个紫霞和至尊宝的命 哈哈哈哈 韩庚哇真是 硬培乃 凶牛 这个网友 你翻译英文真是一绝真的 从这里边能看出来你的英文非常的不好 发音非常的不准 被韩庚给张子 张子怡填脚的画面惊呆了 但更吃惊的是韩庚的大腿竟然比 张子怡还白 把钱锁了点 你还没看到更白的地方 嗯 好污啊 你别想 我还没钱呢 说说就走 女人就是人 从来不就是人是 你得长得还可以 我这下剧手啊 你知道什么叫喝美了 你喝多了就觉得美了 这得喝多少啊你 我觉得整个的评论挺有意思的 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视角处理问题啊 或者是选择一些问题的时候 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的网友呢 去看待这个问题是很 另一个视角去看 有可能是我是不去在乎的 所以你去看完之后呢 觉得哎 挺有意思 其实我不当偶像好多年了 真的 一定不是说是说偶像 一定要去做一些偶像的事情 实力就是 你去做一些实力 把自己的 形象啊 虎调啊 要靠近角色啊 其实并不是一定是这么 这么极端的 所以 去考虑这些角色呢 我希望有不同的尝试 和不同的突破 我说是真凯啊 这些真凯一定有两个 我觉得这个节目挺有的 谈根一定没和造型搞好关系 整个跟一个阿通木附体的人 所以你看的就是阿通木 哎呀 这眼神 哎一会我们还开餐吗 没有没有喝饭啊 哎呦饿了 只想和浩然弟弟谈恋爱做情人 敢问你正方是谁 做情人 斗得和骚 很快扶震到刘浩然身边五心脏 震 不许 上豆瓣视频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不许